各项作业不同于陆地,会受风浪洋流的影响。 正华30号作为世界上最强悍的服饰起重装备, 要在极端海矿下完成极限调装任务, 各项性能指标能否达到最优, 超载状态下构建是否安全稳定, 这一切只有通过超载试验才能得到验证。 因此,这场自虐式的试验是它服役生涯中必须通过的极限考试。 正华30号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此时,充当被吊在雾的试验舶船, 通过向压载水舱压水的方式使自身重量达到7700吨。 舶船两侧各44根, 共88根人类小腿般粗的钢篮与起重机主钩已连接完毕。 纪师傅一边观察臂架姿态, 一边关注着屏幕上数据的变化。 舶船被起重机主钩缓缓吊起, 逐步脱离水面。 不过, 吊离水面还只是完成了第一步, 接下来才是真正考验超级金刚邀功的时候。 全回转吊载的精髓在于起重机必须一边回转, 一边吊载, 而回转的精髓在于底盘。 底盘自重2200吨, 直近42米, 约等于9辆家用轿车横着排成一排。 如果把爪钩比作正华三零号的手掌, 臂架比作胳膊, 船体比作腿脚, 那么底盘就是它的腰板。 通过扭腰的方式, 把7700吨重的舶船 从船体的一侧掉到另一侧, 不仅能垂直起调, 还能横向挪移。 但问题是, 底盘除了要支撑起重机本身2万吨的自重, 还必须承受舶船7700吨的重量, 那么它如何才能负重回转呢? 总设计师盐冰, 所面对的是一份史无前例的设计任务。 它知道, 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载荷, 并进行回转, 底盘轨道上的承重滚轮是关键。 但, 滚轮的具体数量是多少, 如何排布, 才能使每只滚轮受力均匀, 且磨损最少呢? 最终, 690只滚轮分两条同行轨道排布, 且每两只滚轮组成一个滚轮组的方案, 被证明有效。 它不仅解决了不同轨道上滚轮的转速差问题, 滚轮与滚轮之间还能相互支撑。 上海长兴岛, 正华三菱号的底盘回转开始了。 由690只滚轮组合而成的345族滚轮组, 缓慢而有力地碾过轨道。 在纪师傅油条不稳的操作下, 起重机臂架将已经调离水面的舶船 从正华三菱号的船首位置 朝船体右侧方向开始回转。 二十分钟后, 舶船被平稳调至船体一侧, 悬停几分钟后, 稳稳防止到水面。 至此, 正华三菱号的全回转超载试验顺利过关。 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铁, 全长166公里, 建设它花了三年多时间。 今天, 中国的高铁路网全长已超过四万公里, 位居全球第一。 如果以建设第一条高铁的速度 来建设今天所有的高铁路网, 需要花费七百二十年的时间。 而事实上, 中国人只用了四十分之一的时间 就完成了这一壮举。 那么, 是什么让中国高铁的建设速度 得到了大幅提升呢? 福建漳州, 福下高铁九标段两场。 正午烈日下, 大型龙门吊正在起吊 第114号混凝土预制香凉。 香凉长40.6米, 宽12.6米, 重1000吨。 两场内排成巨阵的香凉 将源源不断地 供给八公里外的施工现场。 高速铁路不同于公路, 由于列车行驶速度快, 选线首先要考虑平和直。 因此, 高速铁路的建设 必须御山大洞, 挖地驾桥。 而张州, 位于中国东南低山丘陵地带, 福下高铁要跨越沟谷河流, 必须铸造高耸的深基础桥墩。 这样的作业环境 又称高墩地区。 此外, 由于东南沿海土地资源珍贵, 为了减少侵占耕地, 桥墩间距因此越来越大。 传统的混凝土现胶方式 已不再适应, 必须采取预制香凉 过孔架桥的作业模式。 这也使得香凉的程度 由最初的16米、24米 达到现在的32米、40米。 我们国家高铁走的是一个技术引进, 然后在吸收借鉴, 然后再到一个自主创新突破的这么一个路线, 这我觉得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现在第114号香凉已被调装到特制的1000吨运粮车上。 由于沿线多隧道, 受隧道高度限制, 1000吨运粮车因此采用槽行车设计。 将香凉放置在凹槽行车架上, 整车高度由此降低便于通过隧道。 同时,四纵八横骨架结构, 28组共224个车轮, 也有效分摊了香凉的1000吨重量。 施工现场, 一项极具挑战性的空中表演, 架桥机过孔即将拉开帷幕。 桥山下, 桥墩与桥墩之间的空间成为桥孔, 架桥机从这一桥墩自行移至 下一桥墩的作业过程成为过孔, 目的是为了将混凝土香凉 架设到两个桥墩之上。 1000吨架桥机由主粮、 起重小车和五条支腿组成。 五条支腿形态各异, 具备自主行走或伸缩功能, 能在已架设完成的桥面上, 边前移边架桥。 而要想在两个桥墩间架桥, 架桥机首先得自己先在桥墩上站稳脚跟, 因此过孔的第一步是主粮前移, 以便让支腿尽快站到前方的桥墩上。 但问题是, 随着主粮不断前移, 架桥机前部的重量越来越大。 这个离地十几米, 重680吨的巨型机器悬空向前, 若不能保持自身平衡, 无异于自杀式跳压。 班的人眼中觉得掉起了个1000吨的量, 可能觉得是最危险的工况, 其实过孔才是这个失败风险最大的工况, 如果它的姿态倾斜角度过大, 会得整机造成个轻浮。 那么, 如何做到既能悬空跨墩, 同时又保持自身平衡, 不轻浮呢? 此时, 两辆起重小车充当起了配重快的角色。 他们从主粮的前方滑移至后方, 为架桥机配重, 维护整机平衡。 五条支腿中, 位于最前端的是前辅助支腿, 它被设计成最纤细的支腿。 当主粮前移时, 它以最小的重量悬挂于击闭前端, 使前部悬空的架桥机, 整机平衡不受到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宾宇宙。